关于你说记歌词的事情 别忘了角落里寂寞里 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 不是 我会先想一个画面 它是在山谷里 就脑子里有这个画面之后 我就唱 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 野白河也有春天 但是我还是要老实讲 我真实的演出的情况是 我有一个PPT做成了PDF 然后有700多页 里面都是歌词 也就是说对我来说 歌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歌词一没有看到 我就会很紧张 然后就会开始扣持不清 随便乱唱 唱错 比如说 你会缠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你塞进苦兜 或者是 语气勾演残穿 不如归地求饶 诶 唱错行啊 嗯 你等会说 发郁了 是 Gegen Console